每次都很擔心自己健康的問題 尤其是經常會想去看不同的醫生 或者是之後做過很多檢查 就算醫生說沒事 但都覺得自己是有事 原來這樣都可以是一個病 不過不是疫症或者絕症 而是身心症 有得醫的 身心症意思是 對一些身體上的不舒服 是引起了一些過度的心理反應 影響了思想、行為、情緒 糟了我頭痛 我會不會有什麼大病 會不會有機會可能是老男 我要去看所有的專科 照腦、驗所有的血 他們可能會有很多藥 可能會吃 還有用很多的時間、金錢去處理 這些擔心的症狀 做了檢查,但檢查都是正常的 但他們又覺得不是的,不是正常的 我總是有些東西的 其實那個緊張也會是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不理他的時候 就會繼續擔心 會越來越大 原本是沒有一個焦慮或者抑鬱的情況 但真的會出現了 亦都會影響到自己 例如說可能會不想再上班 想再去見人 亦都會了 有一些病人因為他處理不到 這些負面情緒的時候 他可能會用瘀酒 或者用其他藥物 去幫他減壓一些比較負面的 或者容易去經歷一些負面情緒的人 其實身心症患的風險是比較高的 如果男和女的比例 有很多研究說 其實這個可能是女性會高危少說的 原來身體、心理和精神狀況是會互相影響 例如有些人一有壓力就會頭痛 而且平日埋藏的負面情緒 亦有可能轉化到身體的不舒服 只要了解到這些是身體和心理之間的關係 就不需要太害怕 至於治療身心症可以透過心理治療 包括認知行為治療 一些想法方面 會不會有些東西是我們可以改正他的呢 譬如說我們會見到 可能8至12次的心理治療 每1至2個星期左右一次 就已經可以令到他處理到他的常生活 另外就是開隔一些減壓的方法 譬如說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呼吸練習 甚至乎現在很多是靜觀的練習 處理抑鬱和其他精神的需要 亦都是去鼓勵這個情緒的表達 幫他去想回正面一點的時候 他的身體上的不舒服都會減低了